只要你有方法 70分数计算很简单 来看这道题 17分之14乘29分之5 加上17分之5乘29分之15 看完这道题以后 你会发现是两个乘法 中间用加号连接起来的 其实第一想法 我就是找一找 有没有供应数 如果能提取供应数的话 就很简单了 可是呢 17分之14和17分之5不一样 29分之5和29分之15也不一样 那刘老师教你一个大招 你来观察一下 这两个题啊 9分之2乘11分之4 等于99分之8 而如果把两个分子啊 调换一下位置之后 它来的成绩还是99分之8 说明什么 说明两个分数在相乘的时候 如果把两个分子相互调换一下 成绩是不变的 那回到这道题你再看 这道题里面你会发现 分母有17 而分子两边都有一个5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 把这个5和14调换一下位置 那就变成了 等于17分之5乘29分之14 把这两个分子调换一下位置 成绩是不变的 再加上后边的17分之5乘29分之15 来观察一下 这两个都是17分之5 所以供应数出现了 我们就可以提取供应数 等于17分之5乘括号 29分之14加上29分之15 括号里面这两个数相加等于1 所以最后结果就等于17分之5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